风靡台湾的Hello Kitty主题餐厅 既登陆美国之后呢 现在更厉害 竟然升级成为了露天迷你咖啡厅 并且呢 特别选择在南加州华人居住密集的 雅凯迪亚市 首次进驻了美国主流的购物中心 而这一股粉红旋风 到底魅力在哪呢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记者 罗瑞玲的独家报道 哇好心闹气啊 好多排队人找 他们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来排队呢 原来他们都是为了要来 Hello Kitty迷你咖啡 全粉红色的店面 但却坐落在步行区超级强艳 这就是全美独一无二的 Hello Kitty迷你咖啡厅 开店第一天就让美国人都疯狂 但想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灵感源头竟然是来自台湾 我们在台湾第一次Hello Kitty咖啡厅 在台湾里面 他们在旅游里面 他们认为这一种很棒的想法 做什么样的 记者圈手上拿的就是 Hello Kitty造型的马卡龙 而这马卡龙身上还有 Hello Kitty的蝴蝶结 真的非常的可爱 没有错 就是这些可爱到不行的造型甜点 让Hello Kitty迷甘愿排队 等上好几个小时 我的弟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长得非常的可爱 我买到的时候超兴奋的 两个最 popular的东西是 Mama's apple pie 然后是Hello Kitty的生日蛋 生日蛋 生日蛋 是一般的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 加热 从台湾Hello Kitty火锅 Hello Kitty假茶 到美国第一家露天迷你咖啡厅 不说不知道 Hello Kitty迷你咖啡厅的前身 可是呈轰动全美的 Hello Kitty巡回餐车 陆基全面升级 不只是正式进驻主流购物中心 也满足了更多粉丝的粉红少女星 东西新闻李中堯罗瑞里 在洛杉矶采访报道